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俄罗斯的母亲妻子把儿子丈夫送上战场的残酷原因 俄罗斯进行的是一场可耻的侵略战争 给乌克兰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也使整个欧洲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 可以这么说,在中共的病毒战之后 俄罗斯发动了这场侵略战争 延续了人类的苦难 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俄罗斯人愿意去当兵 愿意去受苦受难充当炮灰呢 最近一些记者深入采访 把俄罗斯人内心的想法披露出来了 可能会出乎你的预料之外 也只有这个采访才解释了 为什么俄罗斯那么多的母亲和妻子 硬要把儿子和丈夫送上战场 他们会拿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说你要爱国呀,你也是男子汉啊 你要上战场啊 你要体现我们这个祖先的那种战斗精神啊 等等 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屈原式的爱国精神 来鼓励他们的丈夫或者儿子来上战场 而其实呢,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呢 都是一些废物,都是一些酒鬼 在接受记者深入采访时 一些俄罗斯女人终于实话实说 他们的男人普遍没有工作 天天就知道喝酒胡闹 反正最后呢,也会喝死 与其喝死 醉酒而死 还不如被国家动员去当兵 这意味着首先呢 有一笔国家奖励的金钱 家里人能够发一笔小财 另外呢,每个月还有工资 因为在部队呢,没什么好花的,对不对 所以说呢,大部分钱呢,归家人所有 而且呢,即便是阵亡了家人还有夫婿金 总比家里负担一个病弱的酒鬼要好 这确实解释了 为什么俄罗斯有这么多的妻子和母亲 赞同普京的动员 鼓励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去成为炮灰 这个现实层面的考虑呢 也就是说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的这个残酷 贫困和无奈 就是说普通的居民真是走投无路啊 就跟很多中国的低下层的这个人民 如果现在中共说 每个月给你一万块钱 让你去当兵干不干 可以这么说 中国有几百万人 甚至上千万人都说 蜂涌而去军营 实际上 我记得2016年 我第五次走出监狱的时候呢 我看到一些消息说 新疆招这个招工 都是给予差不多一万元左右的这个待遇 我当时遥遥于世 因为我走投无路嘛 刚刚出雨找不到工作 但是当地的国宝劝我别去 为什么呢 后来他们跟我说了 他说那个地方的工作岗位都很危险的 他说新疆人都是玩刀子的 都是一些保安呀 或者到一些少数民族的学校去当老师啊 随时他说会被少数民族干掉 他说尤其是你这个政治观点不同 你去了以后很可能要被新疆人抓起来 判你二十年行 比我们内地要厉害得多 所以说呢 我才没有去成 还有呢 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有着八百年扩张历史的邪恶帝国 有一整套愚昧的爱国主义观念深入人心 这个呢 就像中国的所谓的爱国主义鸡汤血样 比如说像岳飞 这个粽子鸡餐 胡萝卜 笑谈可应 凶农雪 还有呢 中国每年的粽子节 也就是中秋节 吃粽子 据说都是纪念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就是说呢 统治者呢 他精心的选择了一整套的所谓爱国主义 中军爱国的这种文化 来灌输 来洗脑这个民族 让人们普遍呢 就是脑子里认为呢 哎呀 什么都比不上为君王去作战 哪怕成为炮灰 做牺牲品也值得 所以这套爱国主义观念呢 它形成了一个深入的这么一种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呢 甚至让普通的那些俄罗斯的母亲和家属 都觉得呢 让自己的儿子去当炮灰呢 自己呢 就有一种奋献感 爱国 是一个爱国者 就有一种优越感 他们意识不到 他们的儿子去了以后呢 实际上到了乌克兰 也就是杀人放火 强奸 抢劫 从事的是犯罪的勾当 因为他们愚昧嘛 他们认识不了这一点 所以呢 这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俄罗斯军人普遍的智商低下 只会抢乌克兰的洗衣机和自行车 或者枪奸女人 原来他们多半都是酒鬼 都是社会垃圾 俄罗斯社会的酒鬼 是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 全世界呢 以蒙古为中心 这个包括俄罗斯 就是蒙古的周边的 包括中国 包括朝鲜 都是失酒如命 这些地方的人们呢 不是像普通的喝酒 你比如说在英美 在欧洲 人们有时候也经常会干一杯 但仅限于一杯 我以前 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去美国酒吧 酒吧发现 美国人居然一个晚上 三四个钟头 在那个地方 就喝一小瓶啤酒 实际上呢 他们只不过是 喝了一点酒住性而已 而且非常有节制 我当时非常奇怪 因为中国人 没有这么喝酒的 你别说那一小瓶了 我都曾经 别说三四个小时了 我曾经在 更短的时间内 两三个小时 曾经喝过半斤白酒 另外再加上十瓶啤酒 啊 那其实呢 中国人喝酒呢 不叫喝酒 都是酗酒 俄罗斯人也是这样 蒙古人也是如此 我记得有一次 我到西部 到西藏去旅行的时候 我在火车上 亲眼看到 两个高大的蒙古人 本来素不相似 聊了一会儿天以后 其中的两个人 都是像干部模样 比如说大地书记啊 或者公社书记一类的 其中有一个身材 大概有一米八几的蒙古人 非常雄壮 看起来像铁塔似的 从这个小包里面 从他那种小包的干部包里面 拿出了一瓶酒 和两个这个 好像那个旅座的那个碑人 那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了 然后呢 他居然就把那一瓶酒 倒到那两个这个杯子里面 那个糖汁杯子里面 然后呢 就空瓶了 滴滴光了 两个人就这样 也没有菜 也没有任何东西 碰了一杯 咕咕咕咕咕的干掉了 因为我那时候也会喝点酒 所以呢 我一闻到那个酒味 就知道那个酒的度 说呢 要在六十度以上 就是非常烈的白酒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就是 这个蒙古一带 狭尔文明的闷倒驴 就是驴喝一杯啊 都会晕倒 那何况人呢 但是两个人喝完一瓶 面不改色 心不跳啊 脸都不红 喝完以后呢 过了一会儿呢 另一个人又从他的包里 又拿出一瓶酒来 这当时就把我给惊呆了 俄罗斯人也是这样 所以说一个酒鬼民族 是没有前途的 我后来之所以 果断的戒烟戒酒 也就是因为 我回想起来 喝酒是一种堕落的生活方式 而且呢 它不会给人带来解脱和快乐 它只会使人神经中毒 只会让人更加麻木 或者单于幻想 其实俄罗斯的这些士兵呢 就是这样 他们因为走投无路 就成为酒鬼 或者这个社会就宠上喝酒 就是俄罗斯 你看那个新兵动员的时候 都喝得醉醺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 哎呀 一醉解千愁 跟中国的这个说法是一样的 醉了才有快乐 他们都是 其实都是一些可怜的 可悲的享乐主义者 另外呢 俄罗斯呢 企图炸毁赫尔松地区的水电大坝 以阻止乌军的追击 据说呢 俄军已经在大坝埋涉了大量的这个炸药鱼雷 准备彻底炸毁卡霍夫卡水电大坝 这已经引起乌克兰总统 哲伦时机的高度警惕 礼拜四 他向欧盟委员会说 俄罗斯正在有计划的在俄罗斯南部 为发生大规模灾难做准备 然后他说呢 卡霍夫卡呢 是乌克兰最大的水力发电站之一 但是呢 俄军已经破坏了该电站的大坝的一部分和机组 另外呢 如果俄罗斯炸毁这个大坝的话 那么包括赫尔松城在内的八十多个地方将遭遇洪水 有可能造成欧洲人以前没有见到过的这个大人道灾难 可能有大量的人被淹死 我们都知道那种大坝下游的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可以这么说呢 这场俄乌战争已经注定了俄罗斯帝国的崩溃 今天我给大家简单的回忆一下 在1991年的时候呢 苏联共产党垮台之后呢 叶利庆呢 开始逐渐把权力还给人民 那时候呢 俄罗斯的各个自治共和国呀 各个地方呀 各个自治州啊 各个这个边疆区啊 各个城市啊 莫斯科啊都在进行自由的选举领导人啊 议员 欧美社会呢 也给予多方面的鼓励 甚至帮助贷款呀 还有这个技术输出啊 什么的 一时间呢 大家欧美都觉得 俄罗斯这一次终于要进入文明社会了 所以呢 那当时呢 在俄罗斯出现了800年一遇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但是呢 俄罗斯人和欧洲人 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 自由 自由呢 往往会出现混乱 或者说呢 欧美的人意识到了 有知道怎么样遏制这种混乱 怎么样达到一种平衡 但是对于俄罗斯 这样专制了800年的国家 人们是意识不到的 比如说少说民族地区的人们 他的这个独立意愿就不断的增强 尤其是在高加索地区 一系列的这个自治共和国 比如说车臣啊 印古斯呀 达达呀等等 在历史上等 都被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残酷吐毒过 比如说车臣这个民族 居然被斯大林下令 全部移居到西伯利亚去 那几千公里啊 天寒地洞 走到地方的时候 那个车臣的人口 大概原来五十多万人被迫出发迁徙 到地方只剩下二十多万人了 你想想这是多么残酷 实际上这样强迫迁徙的历史 在中华大地上 可以说历史上是 就是说呢 已经重复了 许多许多许多毁都造成了无穷无尽的苦难 大量的死亡 因为一路啊 谁给你吃啊 谁给你喝啊 都没有的 你能走就走 哪怕你吃野草也得给我走 饿着肚子也得给我走 直到你倒下来 所以说呢 这个这些民族呢 当然呢 都对俄罗斯充满了仇恨 他们当然迫不及待 抓住这个八百年一分的自由的时代 要争取独立 另一方面 如果俄罗斯呢 能够像一百年前的大英帝国那样 在面临类似处境的时候 十分明智 那就会顺水推舟 化干戈为玉帛 实际上让他们独立 你比如说让印度独立 让巴基斯坦独立 让这个孟加拉国独立 让缅甸独立 对大英帝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因为这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啊 对不对 让他独立了以后呢 他自己照顾自己了 英国反而跟他可以建立一种 亲密合作的关系 就是有时候 有的人适合于做你的家人 有的人只适合于你做邻居 有的人只适合于你进而远之 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拉到家里面 一个大国来吃饭 那最终可能害了大家 俄罗斯帝国 中华帝国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自己害自己 如果要是他们明智的话 俄罗斯人足够明智的话呢 那么呢 你想车程这样一万平方公里的一百多万人的荒山野岭又好战 你独立好了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好了 你越近我就打你 你不越近你过你自己的日子 经过一段斗争呢 其实双方明白了 车程人就会选择独立过自己的日子 就像世界上的许多小国家一样 他毕竟人口很少 他不能够跟俄罗斯帝国抗衡 他不会去主动侵略俄罗斯帝国 如果是那样的话呢 俄罗斯呢 哪怕就让车程 印骨斯什么 打打都独立 其实也不影响俄罗斯联邦走向一条自由与光明之路 因为俄罗斯有的是广柔的未开发的领土啊 有巨大的自然资源 这些地方甚至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人 所以无论在哪方面 政治方面经济方面 俄罗斯都不需要车程等一系列小国 哪怕是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 俄罗斯都有的是 但是呢 俄罗斯唯独缺乏一样东西 那就是智慧 那就是智商 他有一个集体智商的局限性 或者说集体观念的平顶 他无法摆脱那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观念的俗复 这可以说是俄罗斯800年集权统治 沙皇给人民留下的致命的遗产 正是这个遗产注定了这个帝国呢 也就是俄罗斯帝国呢 最终会像蒙古帝国一样分奔离席 荡然无存 普京上台呢 就是这个魔咒发作的结果 他结束了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运动 克里姆林公甚至利用民众的愚昧 重新开始了一系列中央集权措施 使得各地的选举都有名无私 现在俄罗斯各个地方 就是联邦政府下属的各个共和国 甚至各个自治州 各个自治共和国 或者说各个地区 都那个选举都是有名无私 都是假的 就跟中国的冲击选举一样 都是普京重义的人才能当选 其他的人都不行 而逐渐极权的克里姆林公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当然不可能振兴经济了 因为各个地方都是官僚 官僚呢 只想到喝酒玩女人 劳钱贪污就跟中共官僚一样 所以说呢 作为普京呢 他当然呢 唯一剩下的道路 能够复兴的道路 复兴俄罗斯帝国的道路 当然就是扩张战争 所以说呢 打了两次车身战争之后 又发动了格鲁吉亚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 一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 才让西方又惊又弄 进而人无可忍不得不转 而开始抵制制裁俄罗斯 然后呢 俄罗斯就开始陷入了经济困境 长期呢 经济停顿 而走投无路的普京呢 无计可施 怎么办呢 唯有吃老板 继续搞扩张 所以呢 最终呢 这一次发动了战争 因为呢 其实这也不仅仅是普京 一个人头脑的局限性 这也是俄罗斯的统治集团 或者说上层经营 大部分能够理解的国家观念 认为国家呢 就是强盗 就是要扩张权力 就是要对这个世界呢 采取威胁和扩张的这种办法 甚至呢 他们理解的世界呢 就是一个弱肉强势的世界 因为他觉得周边的这个国家呢 不是俄罗斯的对手 其实俄罗斯本身呢 是非常非常虚弱的 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让我们看到俄罗斯 实际上是一个病弱不堪的巨人 一个千空北昌的巨人 而且呢 这一回呢 注定将即将沉没解体 是 谢谢大家